昨天剛發片跟大家一起慶祝這個跨年 然後把今天就可以馬上見到大家 2012的第一天 1月1號 所以我覺得1月1號可以留給所有的歌迷朋友 所有的朋友們 我覺得算是一個非常好的開始 然後希望2012有好的開始 當然就希望整年都可以很順利 覺得昨天的跨年怎麼樣 昨天跨年好嗨喔 昨天我們在那個一大世界 看到現場的人是破紀錄的高 然後大概有55萬人在現場 我覺得可以那種 我自己是很期待 因為我剛好是唱比較到倒數後面 所以我一直很期待可以跳上台 馬上帶新歌給大家聽 所以真的很嗨 昨天我其實在舞台上很緊張 因為自己聲音不是很好 然後這個感冒了 所以但是還是熬過去了啦 但是還是跳舞 可以該跳的都跳的OK 然後我自己打個2011年的這個 九十分好了 九十分好了 對啊 你剛剛吃馬雞來心情 其實我反而不會很緊張 因為在馬上面其實還蠻 那個風吹的還蠻舒服的 對啊 所以我覺得那個感覺 其實上馬下馬 只要練熟悉 所以整個感覺就是放輕鬆 就不會太緊張 動物總是會有自己的情緒 能看到很多人的現場都會小緊張 像之前跟狗狗一起 趴時期也是會有 就是沒辦法預測的這個情況 但我覺得這一次很開心 能夠跟加入華納之後 好像跟動物都非常有緣 就是每次 因為我是一個非常愛動物的 不管是跟狗狗啊 或者是跟馬 其實我都是很愛跟牠們互動 重要部位是一定要保護的嘛 每個男生都一定要好好的保護 但是猴寶這個當然是公司 也為了說安全措施 對啊 我自己平時就很愛 就是很愛愛護牠 白馬王子應該是吃一身白衣服 可是今天算是格子狀 我算是一個 大家都說格子控 很喜歡格子的元素 所以其實從以往的衣服啊 跟造型 都很多時候會有一些格子 這張專輯也不例外 就是這個封面啊 都是裡面有個格子襯衫 這次又是格搭格 所以我希望可以 偶爾 偶爾 繼續的帶出這樣的一個元素 2012年 我覺得大家都會有一些 複雜的心情啦 不過不管是大家都 有些人會害怕說世界末日 或者是有些人還是會 就是不會想太多 那我是比較 不願意去想太多的人 不願意太悲觀去面對 大家所有的謠言 可是我覺得就是最重要 在2012年 好好的珍惜身邊 所有的一切 不管是人事物 就是擁有的所有的 比如說包括 學業 事業跟家人 我覺得那是最重要的啦 就是該做好的本分 還是要自己做好 所以我 我不會給自己太多的想像 或幻想說 擔心世界末日怎麼樣 我還是會 把每一天過得好像 是最後一天一樣 就是去珍惜 去努力 然後我當然是希望說 2012年我可以在音樂上面 有更多的成就 這張專輯很用心做 所以 以往 之前 前幾年都入圍了金曲獎 可是沒有機會得獎 所以今年希望可以 許下一個更有野心的希望 就是 不只入圍 可以入圍而得獎 這樣子 所以我希望2012年 我可以得我下一座這個金曲獎 戀情 喔 戀情 喔 戀情這塊喔 戀情這塊 我反而今年 我希望可以學會一點 對啊 不要像之前學不會 然後 因為我自己 我覺得一切都是自己的問題啦 就是希望 對於感情這塊 可以真的是 放輕鬆一點 不要太渴望 然後覺得就是順氣自然 然後 先自己 觀察好 然後自己 判斷好了 自己也要 有一個好的心理準備 才去慢慢的去發展 一段感情 所以我覺得 我也不會太過去搶求自己 說一定要找一個對象 對啊 所以 還是希望說 可以 找到對的人 對啊 最重要還是找到對的人 我覺得我身體 最近不是很好 所以 希望可以 多運動 我會 我昨天剛好 馬上從這個 跨年晚會回到房間 我就馬上拿我的器材出來 我的滾輪啊 我的那個 做這個滾輪 然後做這個伏地挺身 大家都覺得我瘋了 為什麼那麼累了 然後回到 回到飯店還要 還要繼續做這個健身 我希望說 給自己的第一個目標 就是我在2012 我也要 好好的這個 對待自己的身體